大家好 很多人留言问我怎样可以帮脚拉筋 又可以避免夹早脚 或者是我们肌肉脚的形成 都可以舒缓我们经常常常常走路的问题 还有我们做运动前后 脚拉筋也很重要 因为可以减少我们脚的酸痛 运动大肥 然后我们的肌肉都可以变得有弹性 就是懂得收缩 也懂得拉长 事不宜迟 现在正式开始 跟着一起做吧 一开始我们可以打开膝口 然后我们会坐在我们的脚上 然后向前趴下 然后我们慢慢将屁股升起 我们做一个down facing dog 记住我们手和脚是距离不改变 将一对脚向上伸直 向你踩 接着我们把膊头推向我们的大腿方向 每一边行留大概5秒的时间 总共做4次 然后再一对脚伸直 将我们的肩膀再次向我们的大腿方向 推多些 记住一对脚一定要伸直 如果你曲了就没有效果了 接着把我们的膝膀放在地上 然后再一次把我们的右脚向后 这个就会重点拉我们的小腿后肌多些 然后另一只脚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右脚伸直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右脚伸向前 我们伸向前之后 其实我们的大腿前肌肉已经在拉斜 如果你觉得是OK的 我们可以把雙手扶着脚伸直 慢慢向后 如果你把肩膀押着脚向后的话 你会令到你的大腿前肌肉再拉斜 如果你不可以的 Stay在这个姿势上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把肩膀重新推回来 伸起我们后面的脚 我们的手可以捉住它 如果捉不到的话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让它有点强曲 那也OK的 重心向后 如果可以捉到它 你开始慢慢捉近我们的身体 OK 放下我们的左脚 转脚 记住距离要大一点 而你有感觉的话就可以了 是的 然后可以试试慢慢将我们的上膝向后 或者停在这个位置 然后试试将我们的右脚 曲起 如果还是可以 然后将我们的右脚 慢慢拉我们的脚 接近我们的身体 好痛 我昨天跑不到 哎 好痛 然后可以将我们的脚 再一次拉向后 拉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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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一次将我们的左脚 打滑 放在我们的双手中间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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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将两个手肘 放在我们的下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可以 帮我们拉我们的大腿 外側位置 那我们内側呢 都会有拉度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试试再将我们的重心向后 那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前脚和后脚呢 都是有感觉的 接着今次试试将我们的整个人 趴在地上 那就可以 回一半身了 然后吞起我们的 右脚 然后将我们呢 又去回一个 down freezing loop 拉拉我们两个脚的肌肉 然后呢 我们又 将左脚拉向前 打滑放在我们的双手中间 后面的脚呢 我们记住呢 在大部分的肌肉 碰着地下 就不要反了起身 OK 对了 踢进去 那次是很辛苦 浸过去 将肌肉按下去 然后将我们的手肘 放在地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将它上身的重心 慢慢向后 慢慢将我们的脚 拉回到地段 然后是这样的重心 对了 好 按下 再用手推回起来 慢慢把我们的脚再一次拉向后 回到下方的脚 左右脚打向我们的脚 左脚拉直 右脚拉直 然后可以放下的食口 然后我们可以做好褥蝶式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脚慢慢向下向上 并移动我们的脚 然后打开我们的大腿拉直的位置 然后如果你觉得很辛苦 就停在这里 选择二是可以慢慢把我们的脚拉直 但记住脚拉直的时候 我们的脚拉直 头可以向上往 尽量把肚子贴在脚上 如果你在背脚直的情况下 你去到多低就hold住就可以了 不需要因为要想拉多一点 而令到背脚软了 因为如果这样 其实就没有真正拉到大腿海 利用我们背部的弯 去帮我们拉多一点 所以其实是无意义的 OK 再一个扑多一会儿 然后伸开我们的左脚 向下 将我们的人慢慢拉过我们的左手 然后记住我们的胸口 拧上去 我们的左脚是 我们记住吵吵的脚 对着我们的身体多一点 对 OK 然后到另一边 来一下 拉直 对 然后慢慢拉过去 拉着安装 然后来这个 就是我们坐直在面上 然后把屁股的背部拔出来 我们可以把右脚 放在我们左脚的大腿上面 对 按住我们的左脚 左腳不要淡起身 形成曲腳 我們就放了一個重量 我們再一次吸氣 先把對手向前往敷衍 如果不可以的話可以再低一點 但記住 看著我背部一直都是直的 如果無法打開的話 可以用毛巾拉著一邊 拉著兩邊 這樣就可以 不用留那麼多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達到目的 是嗎 接著到另一邊 鬆開我們的左腳 把右腳打在左腳大腿上 接著我們先吸氣 對手 呼氣向前 接著把我們的股膀拉向後 握正直 肚子拉到我們的腳 對 甚至乎可以用瓶石物體 也可以 如果沒有可以留在選擇上方便可以 可以 可以用它 放开后一脚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英雄式 英雄式有很多好处 所以每次做运动前头 如果做一做 都会对我们的膝盖 对我们的大腿前肌肉 和脚背的拉筋是很好的 如果你的游泳性没有那么高 你记住放在枕头 或者是有一个方法的高度在后面 如果你是可以的 慢慢把膝盖合起来 小腿分开 把小腿的肌肉拉出去 然后坐下 记住脚背是指着后面的 我们就stay在这个position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有膝盖疼 甚至可以把毛巾放在膝盖 后方的位置 然后再坐下 就可以拉开膝盖中间的软胶位置 并减少我们跑步的时候 在前头造成的膝盖疼 或者平时可能倒数得多 都会是膝盖疼的 这个就是我平时跑步前后 都会拉脚的一些动作 希望帮到大家 拜拜